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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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啊 你就真的把時間喔 讀書會喔 二三十年前我就已經在辦了 環保菩薩 因為我的不識字 我是想說利用抄襟 一筆一畫給他認字 讀書會的時候 我會一句一句的就是唸台語給他們學 有時候開開玩笑就說 哎呀 你這個字寫錯了 要打一下手心 那他們也會笑啦 也是滿好玩的啦 當我在帶動陪伴讀書會的時候 聽到他們的苦 那我覺得說要趕快把法傳下去 有法他能夠把解打開 我就是分享上人過去所說的 仿視的個案啊 就比較實際 讓他們容易聽得懂 把煩惱去除 所以不但是花蓮 鳳林 瑞穗 我都是開車坐火車去陪伴他們 有些師兄姿姿姿真的很疼我 他說你不要太累啦 其實我是很高興的 如果歡喜都不會對 我帶動他們讀書會 其實最大的受用也是我 過去為了一點小事 常常會悶在心裡 非常的痛苦 閱讀上人的法 我把你轉世成志 讓我的心靜下來 不要亂想 有時候難免我也會懈怠 因為有他們一直鼓勵我 然後我常常會讓我自己 鼓起勇氣跟毅力 在內我都要去跟他們陪伴